音乐 独发马特爱提升 它们都是谁 何时才能不尽强 一切都知道 空气永远抓不到 鸡蛋涌涌水就飘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就在看热闹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科学管人捉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摔得摔不掉 科学是个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大案却太少 几番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植物条捂上了腰 科学不会睡懒觉 山中宰相桃红酒 木桿 木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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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你在喝什么呀 老爸在喝药呢 爸爸你病了 那您快去休息吧 没事 老爸这一天就工作太忙了 总忘记吃饭 这胃有点不舒服 这种药能调理胃肠 很管用的 爸爸这味道闻着都难受 该多难喝呀 这你就不懂了 俗话说呀 良药苦口利于病嘛 要那么苦 我才不爱吃呢 我病了就要吃药 不吃药就好不了 宝贝 这就对了 那以后生病了 可得乖乖吃药啊 我考虑考虑 宝贝 你知道为什么这药能治病吗 药当然能治病了 因为苦嘛 您刚才也说了 良药苦口利于病 爸爸 你这个问题也太简单了 哎 这苦啊 可不是药能治病的原因 药啊 是因为 因为 呵呵 爸爸 原来你也不知道啊 哎 这样 我给你介绍一位医学家 你呀 直接去问他吧 哎呀 爸爸 我最不喜欢看医生了 宝贝啊 这医学家 不一定就是医生 你听我说啊 桃红井 自通明 号华阳隐居 中国南朝 奇梁时期的 道教思想家 医药家 炼丹家 文学家 道教毛山派代表人物之一 他 我说宝贝 你怎么睡着了你 爸爸 你讲的实在是太无聊了 像催眠曲一样 哇 得得得 那你还是啊 自己去看吧 去看看 山中宰相 桃红井老先生 嗯 山中宰相 他是个宰相啊 那个国家在山上吗 难道 才是可爱的小精灵 爸爸 你快告诉我 快告诉我 小精灵 宝贝 你还真有创意啊 行了行了 老爸呀 不说了 你自己去看吧 小乖 小乖 我们出发了 这孩子 你不说了 不要 太好了 小乖 真的是在山里呀 小精灵在哪呢 桃红井不是小精灵 爸爸说的 山中宰相不是住在山里的小精灵宰相吗 当然不是 桃红井被称为山中宰相 是因为他隐居在这座茅山45年 啊 45年啊 他不觉得无聊吗 天哪 原汁 快过来烧柴花 你师父救你了 现在你是桃红井的徒弟远汁 我就知道没好事 师父 这是要做什么 当然是熬草药了 这还用问吗 远汁啊 你没生病吧 我给你看看 啊 师父 没事没事 我很好 哦 那就好 你把火烧得旺一些 我回屋里去继续整理本草经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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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乖 盘红锦去整理什么 是神农本草经 这本书的作者以及完成的时代无法确定了 大约成熟于公元前一世纪左右 就是秦汉时期 这本书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 而是秦汉时期许多的医学家 对当时医药学经验成果 先后总结 搜集并且整理的 神农本草经总结了汉代以前 劳动人民积累的药物知识 记录的药物有365种 分成上 中 下 三品 书中对每一位药的产地 性质 采集和主治的病症 都做了详细的记载 而且对各种药物如何配武 以及简单的治剂都做了概述 那就是说 有很多人一起写了一本书 那这本书一定很厉害了 可是都已经有那么多人整理了 檀虹经为什么还要整理呢 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深入 人们的药物知识逐渐丰富了起来 许多人都开始深入研究医药学 但是有些人却相互抄袭 到了南北朝时期 汉代的这本神龙本草经 不仅把错误一直遗留下来 而且内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了 远远远 火太大了 都闻到糊味了 你是不是又头懒了 小乖 快帮我把火弄灭了 我也闻到烧焦的味了 桃红井鼻子真尖 宝贝 见着桃红井了吗 爸爸 我还以为桃红井是小精灵呢 所以来看看 没想到还要给它烧柴火 我还把药烧焦了 不知道桃红井会不会骂我 我想回家了 这里真没意思 这样可不行啊 宝贝 你得学会善始善终啊 当然了 至于小精灵是不是存在 桃红井在山上待了那么多年 他一定会知道的 对吧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 山上一定有好玩的事情 我就再待一会儿吧 看看会不会遇到 真正的小精灵 还挺执着啊 我最后一会儿的 这家庭的东西 我最后一会儿的 是 我最后一会儿的 给他一会儿的 我最后一会儿的 也不会有好玩的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想法 挺好的 师傅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 随我来吧 小怪 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明灵有孩子 而国罗没有 于是把明灵的孩子带回自己的家 打扮成自己的样子 啊 听着像是魔法世界的故事 桃红琼一定是要带我去看小精灵 太好了 太好了 不万岁 师傅 你在看什么呢 时机尚未成熟啊 过几日再来 咱们先回去吧 任志啊 你可别再把草药烧糊了 宝贝 这回见到小精灵了吗 没有啊 爸爸 我都烧了好几天的柴火了 哎 桃红琼什么时候才能带我去找小精灵呢 嗯 他每天都在屋子里整理神农本草经 真不知道他这四十五年都是怎么度过的 桃红琼整理神农本草经的时候 严格地要求自己是他认真刻苦的标志啊 他在注视本草经集注的时候 用了红色和黑色字体 红字是引用前人的话 而黑字呢 则是自己写的 本草经集注对我们现代的医学 起到的作用那是非常之大呀 只有像桃红琼这样的钻研态度 才使他成为了如此了不起的人啊 宝贝啊 你可得耐心一点啊 耐心点 任志啊 跟我来 好 来了 爸爸 师父终于要带我去看小精灵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哎 小精灵要是存在 我还想看看 哎 算了算了 宝贝啊 迟早得长大的 嗯 和我想的一样 远之 你来看 啊 怎 怎么会是虫子 远之啊 你去哪啊 远之 这是怎么了这是 小瓜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怎么带我看虫子呀 我最害怕虫子了 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他还那么喜欢虫子 嗯 想想都可怕 桃红锦不是喜欢虫子 而是他遇到了疑难 就会去调查研究 这是他在几十年治学的过程中养成的习惯 诗经里面说 果罗是没有雌雄之分的 他们把鸣鸣的幼虫带回自己的窝里 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繁殖后代 这是不正确的 在多次的观察中 桃红锦得出结论 果罗不但有雌的 而且有自己的后代 他们把鸣鸣的幼虫 当做自己的孩子的粮食 桃红锦经常深入药材产地 了解药物的形态 采制方法 下了不少功夫 取得了药物的采集和临床用药的经验 正是以调查研究作为基础 桃红锦才能对神龙本草经 原有的365种药物 做出极其详细的 丁正补充和说明 小瓜你快别说虫子了 我要回家 快带我回家 哎 回来了宝贝 哟 怎么了 怎么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呀 哼 出什么事了宝贝 啊 怎么回事啊 爸爸 这个世界上没有小精灵对不对 那可不一定啊 爸爸 那小精灵还是存在的咯 宝贝啊 这个世界有许多我们无法解释的事情 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科学家去探索 去研究啊 不过老爸相信 只要心中存在梦想 你就一定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比如小精灵 也许它们是真的存在哦 只是啊 我们不知道罢了 或许它们正躲在某个角落啊 听我们说话呢 你说呢 宝贝 我当然相信小精灵是存在的 总有一天我可以看见它们 宝贝啊 这次去除了小精灵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收获啊 我就觉得桃红锦很无聊 每天都在屋子里带着整理那本神农本草经 或者去看虫子或者木头 可不能这么说啊 桃红锦曾经挑选出了365种新品种药物 附入神农本草经 使原书只有365种的药物增加到730种 并且啊 予以一一的丁正 调整 分类注释 编成本草经集注 如果啊 没有桃红锦 整理神农本草经 把那本书分类的非常详细 那后来的人啊 就不知道哪一种药 治疗哪一种病了 那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健康和快乐了 宝贝啊 你想象一下 这个世界如果充满了疾病 却不能医治 那该有多可怕呀 啊 那不生病不就得了 嗯 这倒也是 对了爸爸 我忘了问桃红锦 为什么药能治病了 你告诉我吧 这个 可能是因为药是苦的吧 啊 爸爸你果然不知道啊 不是不知道 只是现在还解释不了 对了对了 老爸我该去做饭了 爸爸别跑 如此博学的我 介绍科学家 还有什么事情 比这更过瘾吗 我这次就跟大家说说 桃红锦老先生的故事 一个能够住在山里 四十五年的人 一定是个跟我一样 喜欢安静的人 小树千 你在说我呢 呦 老先生 您来的正是时候 我正在感叹呢 说您一定和我一样 喜欢安静 不喜欢被打搅 要不然 您在山上 怎么一待 就是四十五年呢 对不对 我在山上这么些年 光顾着和我那些 要啊 说啊 打交道的 没注意到安静 就是觉得挺舒服的 小树千啊 你喜欢安静 我还真没看出来呀 你这不是挺能说的吗 对了 我还有事情要和人商量 先走了 这个 这个 这个老先生 喜欢安静和爱说话 根本不矛盾嘛 我们言归正传 桃红井老先生 真是厉害 他被称为山中宰相 那是有原因的 桃红井从小就很聪明 四五岁时就很喜欢读书 十一岁呢 就做了某位王子的博士官 二十三岁 做过南齐八灵王的侍郎 以后又担任过 诸王侍读一类的官职 还兼长书记 然而 尽管他拆高八斗 做的官 却都是没有实权的 所以 他常常感觉不得志呀 到了三十六岁那年 他决定辞官修道 来到了毛山 梁武帝萧衍 做皇帝之前呢 就和桃红井是好朋友 萧衍夺得大权 打算立国的时候 曾经采纳了桃红井的建议 敬国号为梁 梁武帝知道桃红井是个奇才 几次想请他出山做官 但是桃红井坚决不出山 他画了两头牛 让人带去献给梁武帝 画中一头牛 散放在水田间 一头牛呢 则被加上了金融 有人拿着鞭子在驱赶他 武帝一看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笑着说呀 看来桃红井对荣华富贵没有欲望 只是打算仿效在泥泽中 拖着尾巴自由爬行的乌龟 真是没有劝他出山的办法了 即使这样 商量军国大事时 梁武帝仍然会派人进山 咨询桃红井 山中宰相 这个称号呢 就是这样流传开的 哎呀 我说的太好了 我很崇拜我自己呀 哎 您呢 医生要用 那塞尔苏斯是干什么的 不行 塞尔苏斯 是不是应该念塞尔苏斯 导演 这是因你 什么念 我觉得都无所谓 你塞尔苏斯 塞尔苏斯都差不多 再说了才四个字 也是 那行 接着来 医生要用 那塞尔苏斯是干什么的 宝贝 别闷着了 快给塞尔苏斯送去呀 行 行 小乖 你怎么又成塞尔苏斯了 导演 是真的无所谓 只是跟字的念法不同而已 行吧 虽然不珍费 其中ル呢 但 轻尔苏斯 不会不会对 孔茜 还在开 这样子 尔蒙苏斯 在八月的 然现在 尔苏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